大家好 我是高愁潮 相信有留意新聞都知道 蔡天鳳這件事是甚麼一回事 相當震驚 好了 這件事發生之後 媒體不斷說女人很好人 形象很正面 但其實是否真的這樣呢? 我細心了解這件事背後 不是這麼簡單 這件事背後都有不少疑點 很奇怪的地方 今天來詳盡說一下 首先媒體不是說蔡天鳳和前夫一家 一齊那時經已是很有錢的 但看回那時 前夫一家有不少詐騙行為 試過被追債 申請破產 經濟狀況相當不行 好了 奇怪的地方來了 如果蔡天鳳 好像媒體所說那樣 一開始就很有錢 那為甚麼 前夫一家和他一起的時候 經濟狀況會這樣呢? 整件事很奇怪 第二 蔡天鳳的朋友 炮太和青紅契仔 就說蔡天鳳 十幾年前已經買了加多利山 和打本給他前夫 買雞蛋仔 但其實時間是對不上 加多利山19年才買 雞蛋仔2021年才住宅 而且不是開給前夫 是前夫兄長 又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第三 礦球做過這麼多壞事 完全甚麼事都沒有 買完豪宅又買到居屋 政府沒有人查 另外 前夫被人通緝八年 沒有被人抓 而且 自出自入中國大陸 嘩 整件事很神奇 啊 還有 礦球何內有買居屋資格呢? 他是抽 還是公屋轉錄表呢? 如果是公屋轉錄表 這樣也挺瘋狂 又瘋狂又神奇 第四 正常人會註冊結婚的嘛 但是 蔡天鳳和淡仔少爺沒有註冊 是甚麼一回事呢? 是否跟稅務、業務有關? 好了 買加多利山 是否用淡仔錢? 淡仔家人沒有手字名額 所以才用礦球的名字 然後 為了省七百萬稅 拿礦球名 送給他住 但2023年 劈價一千萬賣 嘩 好奇怪 第五 蔡天鳳的背景相當神秘 新聞說他家底很有錢 是一些上流人士 但是又找不到關於他家人的資料 而且 這件事這麼均動 正常家人一定知道 跟著火速過來香港 看看是甚麼事的嘛 又不見的 真是奇怪 一句說完 這件事不是這麼簡單 個人大膽推測 這個女人應該是那些天皇天嫂訓練班成員 透過礦球一家 假結回來香港 然後 調到淡仔這麼貴 跟著 有痛腳被姓礦家抓住 所以 要他養著礦家 縱使關係斷絕 好了 有痛腳被人抓住多年 蔡天鳳不想再被控制 試圖擺脫 然後 發生爭執 跟著 發生這件事 這件事不是講玩 香港開埠以來 最神秘 最震驚的事件 無論怎樣都好 蔡天鳳 最不自此 這件事 很可怕